天花板的洒水系统不断喷洒水 处处被熏黑 火势扑灭之后 火吊科的见识人员 赶紧到七楼起火点A23病房看验 病房里一片凌乱 深夜的恶火造成9个人死亡 16人轻重伤 有人怀疑疑似延误报案酿货 透过监视器可以看到 凌晨4点27分冒出火苗 随即所有人开始疏散 但这时没有人通报19 4点36分 消防局才接获报案 根据了解 火警发生当时正值深夜 整层七楼只有一名护理师 跟两人的护理人员 家属怀疑人力严重不足 要等阿姨就来不及了 阿姨只有两个 哪有办法 对啊 人手只有两个 对啊 一个护理师两个 只有一个护理师两个阿姨 今天总共有32个人病患 今天配置了三位的护理人力 一比十五显然是大过 这个什么 大过是要配比 虽然火势成功在5点半顺利扑灭 但因为第一时间 护理师在疏散失火病房的病床 病患之后 却忘记把门关上 导致农烟外窜迅速蔓延 加上重要的排烟系统却没有启动 造成农烟无法顺利排出 才造成这么大的伤亡 起火点疑似是病患自备的电动床 但进一步的起火原因 还有带火调人员进一步厘清 也要追查究责哪个环节出现疏漏 中日新闻林慧君综合报道